欢迎会评 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大众传播系助理教授孙天梅 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课题是 缅甸要恢复平静 或许是在敏昂来清算一级结束之后 这个11月 东南亚很热闹 从8号到19号之间 有三个国际政府组织会议会在此地举行 分别是东亚峰会 20国集团余天底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IPAC 东亚地区难得如此热闹 面对东协在处理缅甸课题 迟迟没有实质进展的情况下 许多民众和人权分子 开始寄望于参与这些国家的强权国家 像中国 美国或日本 或许能够插手 找出实质组织缅甸军政府暴行的作为 在刚过去的10月23号呢 缅甸军政府对北部的克青帮发动空袭 当时政治军事团体克青独立组织 正在为成立62周年举办音乐会 当时造成80人伤比100人受伤 是为军政府自2021年2月掌权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袭击 实际上根据缅甸当地的监督组织 军政府对异议人士的残酷镇压 至今已经造成超过2300人死亡 冬仙外长于27号于印尼雅加达举行一场特别会议 商讨免对的和平进程 但结论还是一如既往的 要求缅甸军政府遵守时间表 以便在五顶共识上取得进展 然后就没有其他了 与此同时 缅甸军政府拒绝派出非政治人物邀请 还缺席这项会谈 缅甸跟指控东协这个行为是歧视 自军政府夺权以后 东协为解决缅甸决心镇压将军上 出现了温和和激进派立场 温和派与东协轮值国主席 也就是柬埔寨总理洪森为主 他主张建设性对话 激进派则有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赛福丁 他则主张挑战东协的不干预原则 帮助缅甸达成停火协议及修改宪法 无论是洪森或者赛福丁的立场 至今证实缅甸和平进展仍旧无法达成 因为前者的混合 难以改变军政府最高领导人 冥忙来清算逆节作为 后者的激进 则无法获得东协成员国的广泛接受 因为不干预原则一旦打破 东协成员国之间的案例 很可能从此就一去不复返 这很可能就是等于打开了 潘朵拉的盒子 不过如果既旺强权国家协助缅甸回复和平 并不是一个名字的做法 因为这等于公然邀请这些国家干预东协国家的主权 历史上除了泰国 东协十国都曾各自是西方列强 日本中国的殖民地 当初或通过冗场谈判或武装冲突 才成为独立国家 此力一开 离开这个区域几十载的强权国家 往后就有各种理由 让他们再次介入东协格国的内政事宜 或再行统治或傀儡政府统治之时 东协领导人绝对不会让这些 他们好不容易请走的宗祖国 再插住他们的内政 别说东协国家领导人不希望此事发生 如今国际上市多事之秋 这些国家也不愿意介入缅甸事务 美国忙着乌俄战争 还有防着中国的崛起 中国也不愿插手缅甸事务 一如不愿插手乌俄战争一般 俄罗斯陷入乌俄战争 自顾不暇还哪有空管 缅甸 日本历来与缅甸关系交好 也不愿对缅甸强硬 因为若得罪了缅甸 或许可能让中国在缅甸的势力扩大 那么缅甸的血腥镇压 何时才能结束呢 国际上各国都会精算自身的国际利益 因此当没有一个国家或政府注资 介入缅甸事务 他们的利益能大于损失之时 缅甸军政府依旧能自由的我行我素 或许要等到敏昂来把一级已经清算完毕 这一个血腥镇压才会结束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 看见新东协 盘点东协 关键经济指标 研判企业布局策略 探索新南向图线上级 华语新闻台开启国际视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